大学分科测验昨天和今天举办 第一天考物理、化学、数学甲和生物这四科 大考中心统计约有4.2万名的考生报考 比去年大增了1.3万多人 而随着疫情解封,陪考的家长人数不少 拿着标语为考生加油 大学分科测验12号登场 疫情去缓后 家长服务队和高中的加油队 终于可以到考场外服务 陪考的家长人数不少 不少家长反映 观察到去年分科测验 有考生低分高就 考上比预期好的消息 也导致今年报考人数变多 约有4.2万名考生报考 较去年大增1.3万多人 竞争激烈 像是北俄区的考生 集中在台湾世大应考 就开了四十间教室当考场 上午考完物理化学后 下午则是智恩组考生 最关键科目、数甲 不少考生反映今年数甲较去年 大考中心指出 数甲本市试卷 难易度适中 具有鉴别度 那题目的叙述基本上也有引导作答 有潜自身 那测验目标很明确 就是针对这个数理的分析 必须要比较清楚 比较多的就是 应试的时候 饮水 比较适合相同 大考中心指出 物理科考试 共有四十八名新冠筛检阳性的考生 申请在备用市场应试 下午的数甲考试 情况相同 有四十六名筛检阳性考生 而即使不但宣导 考生仍旧发生考试喝水 或手机未关机等的违规情况 最大中还是没有 攜带有效证件 记得陈嘉欣 庄志诚 陈昌伟台北报道